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何珊 今天台股又受国际的联动一样的重点 今天直接跳空下开 那么在这个当下跳空并没有空方缺口 因为上周我有讲过 那一根不标准的下主线 它有流了九十几点的虚虚 今天是悬在那边跳空下开 当然今天这根K线真的是非常的丑肉 此时所有人陷入一个恐惧当中 这行情到底有没有全面失控 稍后我就K线理论来详细告诉大家 大家辛苦了 这种行情上定疯狂 股民真的非常的抓狂 两年多来疫情一再的干扰 两个月前战争继续干扰 现在面临的是通膨 面临的是升息 一连串的效应 造成股市的动荡与不安 目前大家该如何面对 所以我稍后会告诉大家 我有两个粉丝官网 你一定要加入 一个LINE 一个Tilogram LINE是小拉索QQ33 Tilogram是股市附件经货 QQ33168 你都可以找到我 这两个粉丝官网差别是LINE的部分 在首页 常常有各国的研究资料 PO图PO文 还有一个快捷图示 你要收听广播收听TV 直接按了把你连结了 至于Tilogram的部分 盘中级续续续盘射演变各国的操作 李昭TVYouTube节目 在傍晚都会与各位分享 今天真的又暴跌了 而且今天所有的线都破光了 不管是前面的线 或是10月份的线全部破掉了 那么目前这个大盘有没有得救 今天跳空下开 但是今天没有空方缺口 原因是当天这个下影线有打90几点 周五我解释过 因为是不标准的下阻线 不标准与标准差在哪里 所谓的下阻线是打下来遇到阻碍 那么上周五不标准 也就是他打下来遇到阻碍 但是他没有止跌讯 所以叫不标准 通常标准的下阻线 是代表已经落跌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我上周特别跟各位说 虽然90几点虚虚 但是以这样的一个形态 它为一个不标准 所以我有讲过 今天千万不能断那个虚虚的脚 所以今天这个大盘 后空下凯 没有缺口悬在那个脚的下面 但是开盘就是最高点 收盘就是最低点 因此今天这根K线 它是一个实体的大阴线 那么实体的大阴线很简单的解释 杀伤力非常的大 因为是实体没有任何的虚虚 而上周我讲过 这个形态 这根不标准的 第三点 下周就今天虚守礼拜五的低点 否则再破底的机会打 本间K线已经很客观跟各位说 那根的线 你必须三天之内反扑上去补缺口 而不是去断那天拉的那个脚 那个脚一旦跌破 那么很简单 就是继续破下来 所以我跟各位说再破底的机会打 很不幸今天走这条路 但是我礼拜五讲过 玄谷大一选四 因为这边有一个空方缺口 所以形态叫做下落跳樱线 那么我给各位关键加纳没有来 那么我当天有讲过 大家在议论这个十月份跟五月份的点 一个叫16162 很明显今天破了 一个是五月份的15159 那么今天破了 到底会迅速的反弹 还是来测这里 接下来 今天这个线来到这里 很明显的这里已经破了 而这边有了一个空方缺口 所以形态组合叫做下落跳樱 跳双樱 这个下落跳双樱的情况 这一次非常的猛烈 非常的标准 因为直接胖胖下来 而且黑线这根非常的大 又是实体的 所以这种形态 它的杀伤力非常的大 那么我明天必须给各位关键架 因为今天所有军线都破了 而且这个地方 一座山一个头很明确的已经成立 连这边破了这边再破 所以这个头已经很明显了 所以目前各类股权重股都是领跌 而且不管电子金融传产航运 今天全面都是黑黑的 所以目前处在一个群龙无首的状况 恐慌性的沙盘真的已经跑出来了 目前所有的类股都不能抵挡这种下跌的走势 包括已经很强连强一个礼拜的一个运输类股 今天也敌不过市场上的信心跟卖压 今天也是黑色的 那么在这个当下该如何面对 请看 明日注意了 这个关键架拿出来用 高盘开出需先站上关键架 一定要站上 你高盘开出一定要一气合成站上 否则必反杀 那么当然这条路反过来讲 明天低盘开出 如果开很低反而不用怕 如果悬在这附近一点点 那你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明天盘中请注意 所有人加入我Telegram 明天一大早开完盘之后 我马上跟你们讲这个行情的演变 所以你们方便加Telegram马上加入 因为盘中所有讯息我放在Telegram上面 接下来 第四点 选股大于选市 虽然这个行情这样直直落 但是还是有标的物可以做 那么选股大于选市 我给大家一个良心的建议 不要随便拆底了 因为呢大家说这边止底啊 什么什么倒啊都没有了 几只脚也没有就是这样胖下来 所以不要随便拆底 持无挡数不要太多 我上上礼拜就跟各位说了 我手上只留少少的股票还有现金 那么上个礼拜开始买了两档电子股 一组的会员各一档就是这样子 那么今天我做了一件事情 虽然我的股票今天也面临到下跌 但是我今天有抱回一档股票的钱 请看 各类股全面跌 包括连续一个礼拜的行运股 今天也是黑的 传产金融全部都是这样绿绿的 没有一个类股能够持续的今天红色的 所以造成的这个行情就是这样子一个暴跌的走势 然后这张股票一大早跑光了 因为上个礼拜这张股票 它多拉了一块钱跑到那个108 那么在这个关卡当中刚好对称前面 今天早上在这边一大早跳跳跳 后来马上见黑了 赶快发市价单 所以一大早跑光了 后来没假了 10分钟之后就跑到这里了 谈啊 谈越谈越矮越谈越矮 这张股票 礼拜五不断高 礼拜四105做收 5月4号喷喷喷4万张 5月3号特别讲 说你们有看我节目都知道这一档 然后5月3号我跟各位说 它是这样的一个V型反转 但是来到这边吃要注意 能够过当然去报 不能过我们就卖掉 但是重点来了 我说呢 95.2用什么方式过 真的太神奇了 5月4号 50 95.2 就是如此 结果开盘就这样上去了 直接标百元俱乐部 5月5号冲到这里 我说注意107怎么过 结果后来 哇奇迹出现了 这件是107我那天讲过 直接108 那么在这种日K05红当中 它一路的暴冲 那今天遇到这种状况 再充一块钱 在这边载浮载沉 所以全部抛光了 全部卖掉了 到中厂发现 哇一根的黑竹 这张股票 有跟单的 或手上还有的 不会做的 请你想办法来问我 因为当时我已经跟你们讲 这档是散装里面最活泼的 最活泼它这样子拉这样拉 今天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必须先换回现金 请看 这里108 上周五拉了这个点 对称过来这边108 所以这边上档的套牢卖押 非常的重 尤其这根的量 所以我在提防这个 所以呢 全部卖掉了 那么108 今天很明显的没手 所以呢 先卖出获利落袋 手上有的 还是有现金的 想要经营这种大底的股票 大底的股票 喷出回测要买哪里 注意了 关键买点 欢迎所有人来预约关键买点 此次这样的标幅23元 相当于27%的一个涨幅 当然这张股票 它整理过后 还有很大的几率 还会往上面走 但是问题是你要买什么价位 这样子如果不会做的想办法 接下来 那张股票梦想起飞 它叫华航 今天一直在平盘上下抖来抖去 中场应景 今天小跌了几毛钱 那么今天这个走势 对于华航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 它现在还在这里 等于说这边的低点 这边的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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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滴比一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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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45度线的一个上升轨道 我曾经跟各位说 当商人有商机就有钱财 现在很多国家解封了 那还有包括要运输 那你必须用飞机最方便了 所以这块商机 你可以好好的游益 所以现在你有资金 你就霸占这种股票 华航长隆行都可以 然而这档股票三合一荣运 今天好像跌的比较重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形态谁 目前它也是个大底形态 这边有一个多方缺口 跳上去横盘 它的股性呢也是不是很好 因为常常大涨一下 就拉回盘整很久 再大涨一下盘整很久 那么今天在这里呢 留了一根黑K 但是以这个线型来讲 它还在这边一个轨道线 所以呢今天这黑K 它并非一个大量 所以当时这边进货量的人呢 都还没有出来 这张股票仍旧要注意 当它滚量的时候 很容易再爆喷一波 所以呢这张股票是大底喷出的 横盘连续线的整理 它拥有入海空的商机 目前各位比较出来没 大盘是这样下来 一颗头这样下来 但是这种股票是这样打底的上去 所以我说你现在有资金 就是布局这种股票 你会安心 而且当整个市况扭转的时候 这种股票会冲比别人快 接下来 这个哥良好 今天也是有黑翻红在那边附近 所以这种股票它是属于比较安稳的 珊珊老师帮各位选的 都是比较安稳的股票 车用二级铁 这边我今天标两个记号 它有一个两只脚的状况 今天在这边收了一个大十字K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档股票 它也是每次在这边都是慢慢慢慢盘 就好底这边也是慢慢慢慢盘 然后几大一波 所以呢这档股票今天出现这个了 各位留意了 明天过今天的高点直接就是往上面翻转了 因为呢它是目前当今的主流叫做车优二集体 车优二集体我在特别节目也讲过 有两档 一个叫强茂 一个叫台办 那此次我选了这一档 所以呢上个礼拜我已经各位说了 这样哥良好你们可以多留意 因为现在呢不管是车车的时代 这种二集体是非常非常重要了 所以在目前如果你没有方向 你应该先看这种筹码 这种底型的状况 仍旧要注意的是选股大于选市 接下来 这张股票今天重跌 我还是要跟各位讲清楚 这张股票今天开这边 结果一路的重跌 尾盘还有一些大脚回来买 但是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它明天会怎么样 以它这样的一个线型来讲 这边有试图要打一个特殊的记号 那今天这根线它已经跌的比较重 但是跌的比较重 我们以筹码来看 这张股票它红K的时候量都非常的大 红K的时候量都非常的大 所以这两天的黑K它的量 并非是一个大量 所以主力在这边它筹码还在里面 而且在这边有换手的一个意味 所以明天请各位注意 今天这个缺口何时能够补 三天之内能够封闭 它一样在这边洗盘之后再反手拉 所以明天请各位注意 这张股票不会做的来问我 明日点位论去了 因为多雨空一瞬间 这张股票上周四各位都知道 投信买了一团股 但是因为市况的关系 它也开始松动了 进行筹码的交换 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 现在很多的股票 它没有照基本面来走 这张股票财报好到报 公司很会赚钱 订单很多各位都知道 所以在目前的一个情况 我也是买到此破的低档区 所以明天这张股票我会怎么做 想要经营这张股票的来问我 是要买还是要卖 接下来 目前再三的叮铃 选股带选市 留部分的现金 买部分的主流类股 你就可以非常的安心 用你的智慧来战胜恐惧 我们就可以步步为营 大家加油 有缘分有福气 大家一同乃乳力助大众股票 天天一直转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